转眼间PRECUE20周年作 Hirogaru SkyPRECUE已经完结 为何我说剧情有如云霄飞车呢? 大家好,我是升哥 专注于PRECUE CAMERAIDA 4%相关话题 有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从开场的各种创新 以及精致画风来看 可以感受出官方真的很重视这部的价值 更是走出了温柔之人 追随下往英雄之人的路线 告诉我们合作互补缺陷的道理 且成为战事的路上都没再遮掩 鼓励大家勇于尝试的精神 不轻言放弃 既然实现各自的梦想 作为反派描写也不是绝对的二 反而像是被夕阳所束缚 用主角的精神来告诉我们 所谓的英雄 并非只是除掉坏人这样简单 即使人走错了路 内心依然潜尝着良知 如果有心悔改 是有机会重新开始的 强心解决掉反而剥夺这个机会 说到这里 问题渐渐浮现出来 由于编剧思想 认为小孩较喜欢普利奇瓦 将反派的描写压缩 导致后面赶火车 而主角成长也是普利奇瓦的精髓 这么做也让此路大打折扣 打怪物仿佛只是力含工作般 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 索拉与巴塔蒙达路线 从中期的打击来看 很明显要索拉心灵提升 中途去街上风格截然不同的日常回 造成收视断裂感 巴塔蒙达嘲讽个性 也引发观众不满 打击真白转折又缺乏足够率服力 如果让他与索白做个了断 相信比去当真白对照组还要好吧 这样跟队长和解更说得通 卡巴通问题是 前期塑造故意很讨厌 让观众以为不会洗白 后半忽然接着英雄道理 转折太强硬 造成一些粉丝反感 米诺通则是我欣赏的武人 不会刻意使坏 而是认真竞争对手 也反映人们执着的弱点 但设定与抓公主差太多 导致成为boss眼中的沙包 这份真意也难有转折发挥之处 所以别人听地虫的怪物显得太强行 让德国女王的遭遇 也是难得使人同情的 试想下 如果你相信的一切都失去了 甚至招朋友背叛 还能坚持信念吗 所以他宁愿选择力量 不愿再失去了 最新访谈中有表示 原本设定是 公主抢回王位之战 可是不想让观众联想 残酷战争才变这样 无奈这段过往实在太晚铺陈 仿佛时间到就赶紧带过 不然艾尔连的故事能更发然声醒 至少结尾安排女王初衷 算是体面了 作为boss的苏基亚赫德 中期一大半却很少作为 仿佛见艾尔怕了一般 跟索拉对战时 友谊揭发更多过往 无奈只以听命行事带过 最后的能量增身反转 已无法挽回观众对她的形象 又因实力削弱 导致决战不像决战 被击败前 还想用女王苟且偷生 说是boss支持也不为过 同路线的巴特拉 至少计划周到且实力不俗 不会因热带欢乐气氛拉垮 也因如此 今天没主角最终形态 虽有致敬初代意图 但观众看了直觉随便 撇除这个 主角黑话是有震撼到我 初代剧场版吓到小孩以后 就没让Polikiva互打了 这部再度挑战死灰色地带 巧妙利用索拉的英雄意志 避开最敏感的画面 已经是相当极限了 不得不说啊 黑恶魔翅膀设计实在有够帅 完美对应时盖天使般的翅膀 达克赫德的附身配音 充分表现那种快感啊 而小艺人杨宇可惜的是 作为男性与成年成员 对梦想友蛮大发挥空间 然而小艺人会飞 在编身那刻就达成了 杨宇在保育市路途也描写太成熟 且双方互动又被压缩剧情 可爱的玩弄也没必要常出现 后面便显得平淡无奇 在决战的边缘化更是明显 搞得像厨房护照没新方法 不过我欣赏小艺的骑士精神 看见同伴有难 会主动关怀并协助 并渐渐意识到错误 试着放下保护欲 与反差极大的杨宇成为相依的伙伴 即使刻画不足却也感受到能性独特魅力 他所心目标的醒悟更鼓励了我 我们从小学习的各种事 真的有白费吗? 相信大家各有不同答案 最后的决心更代表着 要将价值贡献社会 就如长大的我们一样 杨宇描写最好的 则是关心学同时 用自身精力引导对方 也让自己醒悟道理 即使天时不合 依然跨出阴影的精神令我敬佩 他过劳的一面 也暗示现实过度工作的人 后面新技能可说是神来一笔 算是给这位大姐的补偿吧 而真白给我的感觉 就像凯美奈打的佳赫美 虽然外在并不强 但在与同伴相处中 渐渐锻炼自己 也发觉自身潜力并改善 现实中的名人 也是经历过批评等挫折才得以成长 不过剧组给他安排担心他人个性 看得出想让他醒悟反转 但一只前提的效应 显得与索拉的羁绊稍快 至少对视不对人 这点蛮有说服力 对于现实中 温柔冷静克服偏激道理 进化索拉也体现这一点 所以我对最后的哭泣深感同情 不是离别的悲伤 而是自身成长的感动 不服输的精神 总算结出漂亮果实 英雄的谢意 太难一时表达出来 不过还是想说 把泪水还给我 哈哈 索拉作为向往英雄之人 前期的确感受到那份认真 以及做好被战觉悟的感动 尤其是对于强弱寒意的醒悟 以及对重要之人的抉择 让我印象深刻 不过设定相较其他人显得宽宏大量 所以后期形象也固定住 哪有更多深入描绘 顶多于苏基亚赫德对自由展现新体会 因为有意义的战斗 才有牺牲的价值不是吗 为战而战 只会陷入无止境的仇恨中 伊智达克赫德的 正是他对价值以及伙伴的信念 也呼应当时艾尔连的举动 再来说最可惜的角色 艾尔 虽然官方想在创新中添加些元素 但月儿本身也拖到这些创新的发挥 粉丝多称为守护艾尔的英雄团 有些前辈也用过这种情节了 加上一番心这件事又太晚交代 所以终其让艾尔成长时 才会显得白开水 我认为他最好的在于 对生命的重视 即使年纪小 依然不希望别人为他牺牲 他宁愿自己长大 追上Precura这团队 最赋予力量的艾尔连意思如此 最后决战的教诲更是明显 让观众醒悟 认诺要有一个限度 否则会给别人内疚伤害 最后来说改善建议 其实小艺可以做比飞翔更大的目标 内流利用了类身份 学开飞行载剧等 也能研发更多的飞翔攻击招数 将主题的价值拉大 而不只限于歧视 杨宇除了保育室外 也能加入大学会遇到的事 比如出社会的体悟 以及大学同学的谈心等 让观众感受到他成熟的魅力 再来便是 加强索白与反派的描写 让索拉从帝国的力量主义发掘道理 既然对英雄有深度成长 并与真白的温柔配合 使三更不清醒 这么一来 面对女王的极端就能更顺铺陈 一发心也能提前告知真相 使艾尔领悟些什么 让他不至于那么无聊 达克赫德也能以杀手剑行事 将最大力量从蛇中爆发 增加绝望感 让中阵更为震撼 也能开发普利克瓦新招式 虽然这是一部遗憾的作品 编剧没能把握日常与主线间的比重 但也让我找回追普利QR的动力 看着索拉他们功成身退 不禁感到不舍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 小麦他们发挥吧 各位对此有何看法 也能留言告诉我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及分享 也欢迎追踪我的FBX 我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